村民想上访 结果全家都被村委会以精神病为名 被关到了精神病院之中 这样魔幻的情节 我以为只会出现在影视剧中 然而湖北恩师某村就正在上演 这样魔幻的情节 简直太让人触目惊心了 据湖北恩师某村村民反映说 前一阵子他因为田地的纠纷 和村里的几个村民相约 第二天要到外地去上访 结果出发前的一夜 他本人就突然被村委会控制了起来 送到了当地的一个精神病院之中 而且村委会给出的理由是 这个人一年之前被相关的医院诊断 有双向情感障碍 而且村委会跟医院表示说 他多次殴打村干部 村旅感觉控制不住他了 因此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之中 而且大家知道吗 按道理讲 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啊 得他的家人 他的监护人才有权利 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院中 那么当地村委会 为什么有这样的权利呢 因为就在他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当天 他七八十岁的老母亲 也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中 换句话讲 全家都送进去了 那么村委会可以说 他们家里没有别的人 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 所以我们出于安全 和替他们着想考虑呢 把他们母子通通送到了精神病院之中 分病室看压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能发生在今天的中国 我简直是不敢相信呀 当然我们也知道 如果一个人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之中 你想自证清白 你想证明说我不是精神病 那是特别困难的 你的任何一个举动行为 都会被院方认为啊 你的病情在加重 包括收治这个村民的精神病院的 相关负责人也说 你看我们为什么收治他 村里把他送过来的 村领导说他有打人的倾向 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明 说他一年之前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 所以我们才收治他的 而该村民表示说 他从来没有经过任何一种精神病的检测 他本人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认为就是因为他准备到外地去上访 所以村里才把他关起来的 到目前为止 该事件被媒体报道之后呢 恩师当地也表示要组成调查组 好好了解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到底是他们母子真的有精神病 村里头为了替他们负责而把他们送进去呢 还是有的人为了防止他上访 而把他当作精神病对待 而到目前为止 他们母子是不是还待在精神病中呢 我觉得当地真得赶快调查 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要知道这样的故事情节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 真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头皮发麻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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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